您好,欢迎收看3月2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,我是吕慧 110年华联县政府及首属机关邀请机关联合运动大会 27号上午在县立田军场热闹展开 将近50支队伍包括了警察局、消防局、华联市公所等单位 上千位同仁齐聚 大会会长徐正伟也请勉大家 藉由运动赛事增进身心健康也培养团队默契 110年华联县政府及首属机关 即邀请机关联合运动大会 27日上午在华联县立田军场热闹展开 包含华联县长、副县长以及副议长等首长都与会出席 建务时组单位队伍在华冈国中管乐团伴奏下陆续进场 这位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感谢大家能够热情的每两年参加一次我们的运动大会 要的是在工作压力、繁重以及身兼素质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 以及身体的保健 要感谢中央驻地单位 无论是领馆处、水利处 或者是我们荣家、荣福处的热情参与 让这一次能够高达49队将近4000多人来参加 我们是不是为自己掌声好不好 随后由公务人员以及教育人员代表运动员宣示 以大会舞做男生为比赛揭开序幕 今年将近4000多人参加运动会 大会会长徐正蔚 祈祝全体同仁借由此一盛会交流情感、挥洒汗水 度过充实又快乐的一天 接着讲方言华联士报导